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显然 废无忌想搞事情 本来故事也应该结束了 可是你别忘了 空夫子说过小人长七七 这个废副总虽说为老板那借帮的大忙 成了老板跟前的大同人 但同时也得罪了下一任老板 太则 这可杂症 眼看老板年纪大了 要是新老板上台 肯定要把我给开除了 哎呀 愁死我了 吹不着叫不 你看 长七七这个词用得是不是很精确 小人呢 总是有时没事喜欢吓唬自己 这可不是我说的 比如鬼谷子就说 不笑这一句言 为什么小人老是喜欢算计人 因为心里恐惧 所以他们才要不停地算计别人 干掉所有潜在的威胁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睡好觉 你信不信 在职场上 你遇到的那些整天挖空心思算计你的上级 其实是因为害怕 担心你有一天会上位 而那些天天打你小报告的同事 也是因为恐惧 因为你的存在 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对于这种人 我只想送他们一个词 变态 这时候 你砸整 坦荡荡 哎 这是缺乏成福的表现 很多人就是这么被小人暗算的 二言归正传 秉承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的原则 费副总下手了 老师说 费无忌的手段其实并不高明 他发现 熊老板有了小三 就自然远离了原配 男人都这样 费副总琢磨再三 心生一计 于是鼓动老板把公司传给小三的儿子 然后安排太子去支援边赛建设 这一招实在太唠涛 但是很有效 因为熊老板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太子真被安排去支援偏远山去了 有时候别小看小人 虽然说他们人品不好 但是会来是 脑子还很豪实 这些也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小人的那张嘴很善于挑拨离间 太子都被调走了 故事也应该结束了 偏不 斩草除真 于是费副总跟熊老板说 熊总 你抢了太子的未婚妻 你儿子心里很不舒服 听说在骗 远地区招兵买马 你说会不会 熊老板自动脑补了剧情 于是不然大怒 这个小畜生 还反了不成 会不会疑惑 这是熊老板家的加入事 跟吴总家有什么关系 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你别忘了 他是楚国的CEO 老板在做事前 肯定会找高管商量对策 问题就出在 吴总是个坦荡的人 听说老板要动太子 实在人吴总 却一点不圆滑的直言不讳说 这是小人在挑拨离间 老板别听 站一旁的肺无忌急了 我这个领导是要坏我事啊 于是添油加醋的说 老板 这火都烧眉毛了 再不制止 太子就要得逞了 在自己和儿子之间 楚平王还是选择自己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于是瞪了眼 吴舍说 寡人知道你跟太子走得近 这事儿完了 有你好看 于是 就因为一句坦荡荡的真话 得罪了老板 吴总的CEO被录了 顺带还被囚禁了起来 废物 记得机会来了 一把手被干掉了 我不就上位了吗 可是吴舍还有两个儿子呢 于是对吴舍说 敢不敢叫你两个儿子一起来 吴舍是个十足的实在人 这话一点不假 只见吴舍说 老大吴舍跟我一样实在 叫他肯定来 老二吴子序比较圆滑 肯定不会来 这也太实在了 自己跳火坑没关系 还把自己两个儿子往火坑里推 肺无忌还是舒服的 本来直接抓了就得了 却非要让他们自投罗王 于是吴子序成功跑路了 投靠了吴国 成了楚国日后最大的噩梦 有时候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 因为老师 缺乏成福 三我们进入社会 在学习 工作 生活中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人 读书时 会有人嫉妒你 工作时 会有人暗算你 生活中 会有人使劲给你下班子 我们应该怎么办 有人说 宁得对十个君子 不得对一个小人 好深刻的领悟 可是躲 一时躲不掉的 那么我们被小人算计时 难道我们就这么老老实实的 眼睁睁的让小人欺负 听之认之 自认倒霉 很显然鬼谷子是肯定不答应的 比如他说 故与阳言者一崇高 与阴言者一微小 这句话告诉我们 跟君子相处要讲道德 跟小人周旋更要懂点手段 你要学会比君子还君子更高尚 比小人更懂手段 请记住千万别跟小人讲道德 因为你会很吃亏 切记 老实人是都不赢小人的 对付小人最好的办法就是 千万别太老实 圆滑一点 你必须比小人更懂得小人的手段 学习更多国学鬼谷子智慧 敬请关注鬼谷到微信公众号 我们一起纵横百合 鬼谷论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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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